嗨 大家好 这一期视频的主角是一台比较老的小主机 就是这台可以搭载英特尔八代九代CPU的NEC小主机 它跟联想M720Q小主机拥有同等的硬件规格 只是外壳不一样 当然面向的国家和地区也不一样 NEC面向的消费群体基本都是日本国内 那从这台小主机外壳贴的日语标签里 也可以看出 这些从国外流入到国内的二手机器 我们一般会把它们称为洋垃圾 现在我买这样一台洋垃圾有什么用呢 那我更多的是冲它白色的颜值 从性价比的角度看 我并不推荐买一些老旧的硬件 除非你也真的有所谓的情怀 说起我折腾迷你小主机的经历 时间也不长 但还是在2020年年初疫情期间 我的第一台迷你主机是英特尔的NUC8 i5版本的后款 买那台迷你主机用高轻商的说法是 为了满足疫情期间居家办公的需求 而实际上我是看中了那台NUC 几乎可以完美实现黑苹果 CPU i5-8259U四核八线程 与E8款的MacBook Pro是同款方案 核显Iris 655在当时也具有比较高的性能 当时入手的价格是2000出头 是一台新的机器 由此呢我也跳入了迷你主机的坑 我觉得这些小东西都还挺别致的 用那台NUC我折腾过黑苹果 但到最后还是换回了Windows 用来满足日常的使用需求 像7乘24小时挂挂PT Windows待机的状态下 功耗只有9瓦左右 此外用它来玩一玩比较老的单机游戏 再就是拿它来做客厅播放机等等 再后来逐渐了解到 玉三家惠普戴尔联想 他们的桌面迷你主机系列 那这类主机主要是面向一些企业客户 在颜色设计上 我们常见的就是黑色元素 线条上也多采用直线直角这样的设计 所以整体看起来非常的纯稳低调 一股浓浓的商务风 当时这一台与联想M720Q 师出同门的NEC小主机 对我最大的吸引力 就是它白色的机身 机身前面板又加入了小部分蓝色 这样与白色相撞 这个颜色搭配设计 真的是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 在一片黑色的商务机中 它的白色还真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 那从机器内部的扩展性来看 它与M720Q同样有一个X8的PCIe插槽 所以就增加了不少的玩法 那在当时呢 我对各种小主机拓展成多网口软路油 有着浓厚的兴趣 另外这台小主机在2021年7月份的时候 这样一台准系统不含CPU内存硬盘 我没记错的话价格应该是在六七版 如果记错了就当我没说 在那个时候老的CPU价格居然呈现出了一路上扬的趋势 以I3-8100为例吧 当时在网上看到过一些大博主的分享 2021年上半年的时候 有一些人买到I3-8100的价格是500多 而到了2021年下半年 黄域上挂出来的价格平均在700左右 我那时候为了DIY一台NAS 买了一颗英特尔G5420T 还花了450大羊 所以买一台NEC这样的小主机 即便是用性能不太强的奔腾赛羊CPU 只是CPU加机身的价格可能就要小一天了 那考虑到垃圾佬的钱包 当时我就放弃了8代9代桌面迷你小主机 时间来到现在 玉三家的8代9代迷你主机准系统相对便宜了不少 他们的价格普遍来到了200多到300多 与此同时 英特尔8代9代CPU的价格也降了下来 所以为了满足我两年前种下的情怀 我在近期还是入手了这样一套小主机 咱也不是为了追求性价比 就当是间隔两年的延迟满足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台小主机的外观 机器的正面采用了圆形镂空的设计 不过密集恐惧症的朋友可能看不了这个 在正面 一些常见的接口都设计在了这一小块蓝色的面板上 从右往左 一个USB和Type-C接口 两个接口都是普通速率的接口 也就是5G速率 两个接口都支持关机充电 然后是耳机和麦克风接口 最左侧是一个方形的开机键 来到机器背面 接口还是比较丰富的 从右往左 WiFi天线插孔 i219千兆网口 两个10G速率的USB接口 一个5G速率的USB接口 然后是一个HDMI接口 又一个5G速率的USB接口 视频DP接口 电源接口 电源接口上方是CPU散热出风口 出风口的右侧是可以拆卸的 当需要拓展网卡显卡的时候可以拆下来 这里是一个半高的挡板 拧开尾部的螺丝后 轻轻一推就可以推开主盖板 在里面可以看到一个2.5寸SATA硬盘支架 有一条非常薄的排线 用来连接SATA硬盘和主板 另外比较显眼的就是这条X8的PCIE插槽 它可以用来接显卡和拓展多网口网卡 这也是非常常见的玩法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开口方向是朝上的 所以当拓展显卡和网卡时 需要接触到一条PCIE转接卡 此外还有一个MR的无线网卡接口 机器内部一半的空间给了散热模块 风扇是涡轮风扇 散热模块下面就是兼容8代9代英特尔CPU的底座 把机器翻过来 打开这一侧的盖板 有两个DDR4笔记本规格的内存条插槽 一个MR NV M1硬盘接口 旁边应该是可以再焊接一个MR接口的 当然厂商没有焊接 只是为了拉开与同厂更高档次小主机的差距 像同代产品里档次更高的M920X 在这一部分则是出厂自带两个完整的MR接口 我给这台小主机搭配了一块200块钱不到的i38100T 搭上一根1TB的杂牌固态 拿出两根闲置的DDR4 4G笔记本内存条 最后搭配的是我淘来的90W的联想方口电源 插电开机 没有什么问题 一次顺利点亮 我们再来看看i38100T 在GTS小主机上的性能表现 i38100T是桌面低压板的CPU 四核四线程 核显是牙膏厂 延续了三代生命周期的UHD630 TDP功耗35W 其实一个65W的电源就能带得动 如果配一个90W以上的电源 这台小主机上一些65W标压的CPU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次我给这颗i38100T找来一个参照物 作为横向对比 它是我之前买来的7505小主机 7505CPU是双核四线程 TDP功耗是15W 让我们看看它们在Windows 10系统下 跑分对比情况 在Windows 10系统下 i38100T带机有10W左右 7505稍高 13-14W CPU满载时 i38100T整机的功耗有39W 7505整机也能达到38W 从以上跑分看 i38100T和7505除了在Cinebench跑分中 多核差距比其他的跑分软件差距要大不少 其余的项目中差距并没有特别大 甚至是峰值功耗和带机功耗都比较接近 不过这时候话又说回来了 回归到性价比上来看 NEC的这台性价比是要低于7505的 再说到具体点 如果只拿准系统做比较 也就是只计算含CPU 不含内存硬盘电源的准系统 我入手7505 2.5G 6网口小主机的准系统价格是639 NEC这套含CPU的准系统价格是500多 如果再给NEC这套配上4网口的网卡 再加上PCIE转接卡 它的成本要远超7505的这台 而且7505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优势 7505可以硬解8K AVE格式的视频 所以i38100T的UHD630的核显 在它面前就有点小弟的意思了 所以我们如果追求性价比 直接买搭载比较新的低功耗成品软路由小主机 是更加实在的选择 像7505和N100这类比较新的CPU 起码在解码支持上有比较大的优势 i38100T的核显UHD630虽然比不上一些新出的核显 但是让它来做普通的转码工作 它还是能应付得了的 我试了在Docker中部署Jellyfin来测试它的转码能力 做普通家用的转码推流UHD630还是够用的 接下来再来聊聊这台小主机 另外的一种常见的玩法 黑苹果 因为联想的M720Q和这台小主机的李子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就直接想找一个现成的M720Q的EFI文件 结果试了三四个总是遇到一些问题 那我只好在OpenCore官网自己手动定制 经过一番修改 目前已经是稳定运行了黑苹果系统了 加上我手头正好也有一块免区的博通网卡 不过943602CS这块网卡还是要注入一些补丁才能够让它更加的 接近完美 现在呢无线网速蓝牙隔空投送都已经正常 在黑苹果系统下我也用了两款软件测试了一下i3-8100T它的性能 这里呢与windows系统做一个跑分的对比 首先是Geekbench黑苹果系统下单核1063多核3168 那windows系统下呢单核是1120多核是3367 Geekbench黑苹果系统下单核813多核3023 Windows系统单核813多核2671 可以看到在黑苹果系统下两款软件的跑分几乎是一致的 不过受限于i3-8100T的整体性能 黑苹果系统拿来看看网页编辑编辑文档看看在线的视频还是够用的 另外UHD630核显带4K显示器在某些场景下还是会出现掉帧卡顿的情况 如果能给这台小主机加一块比如说RX460 560这种免区的显卡 那平时的使用会显得丝发的多 但我就没必要再去给它增加额外的投入了 这种刀卡呢一般都不会太便宜 实在没有什么性价比 好的已经到了视频的最后了 我买这台小主机呢主要就是看中了它白色的颜值 在这里我就坚持了一次颜值及正义 当然审美呢也是很主观的东西 它并不代表所有人都能接受 就当是我为我自己的审美和情怀买了单 我的折腾并不具有参考性 还是那句话只是一次简单的视频分享 如果我们追求性价比 真的现在有很多很多更好的选择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啦